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矣 欢迎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 三百二十六页 余中殊胜者往生及恶土 弥陀佛立词 不退于谱 我们这边讲到所谓的主要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念佛 一个叫做禁佛 一般我们比较强调的念佛往生净土 后面就讲到有哪些净土 前面是说到念佛 主要是怎么念佛 那么这里讲到为什么要念佛 那为什么有念佛法 大概这样 念佛净土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对这两个概念 并不是很清楚 念佛然后这里主要往生净土 当然一般来讲念佛的目的 现在我们尤其是北传的佛家族 为什么要念佛 因为要往生净土 但是在经论里面 念佛不一定是往生净土 这个我们要知道 念佛的概念跟净土的概念 那么很多人只知道 我念阿弥陀佛 比如说我念阿弥陀佛 这个念有时候是这个念 我念阿弥陀佛 往生极乐国土 我念要师佛 比如说我念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佛就阿弥陀佛 我念阿弥陀佛 那么往生 那么极乐 极乐国土 极乐净土 那么我念要师佛 往生流离光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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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们想这样 要师佛 往生东方流离光净土 要师流离光净土 流离光净土 那我们稍微把这个念佛 跟净土的概念 稍微再移清一下 那念佛 它主要不是口念 主要是意念 像大师的古萨念文章里面讲的 就是念佛 那么意念 意念最重要的是心 那么念这个佛 这个在阿弥陀佛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 它也是念佛 阿弥陀佛里面 我们看到阿弥陀佛里面的念佛 阿弥陀佛里面的念佛 大概是 比较常见 比如说佛地籍 在森林里面 或是在黑暗的地方 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么它念佛 这个念佛是六念法门里面的一个 一般我们讲 阿弥陀佛里面 念佛是六念法门里面的 阿弥陀佛里面 六念法门 就六种意念 念佛 念法 念神 念师 念念天 那么就会申请信心 申请力量 主要是这样 佛 法 生 甚至灵命中的时候 也是这样 念佛 法 生 念佛 念法 念神 念师 念戒 念天 那就是这个也是摄护 我们讲这个念佛是摄护信心的 就是让你有信心的 那么念佛 是在这个六念法门里面算是比较主要的 那有的是念法 有的是念身 你的念师 你的故事 你曾经做过 哪一些 哪一些 哪一些的 这些善念 念戒 念你所受的戒 念天 你行个善 那天人 你行这些善法 你也行这些善 那么 在你一个人的时候 在你害怕的时候 在你恐惧的时候 在你要往生 就是要灵命中的时候 那么 这些都有会让你产生信心 产生力量 让你 比较不会恐怖 不会害怕 那 这个事在案件里面 比较 常见 那 像南传的 基本上他也念佛 但是 他这个念 基本上就是 他就念佛陀 不懂不懂 他就念佛陀 但这个佛陀 主要就是释迦牟尼佛 那 在经典里面 把这个佛陀扩大了 但念佛陀做什么 念他的名吗 不是 为什么念佛陀 因为他有功德 他有什么功德 这个就是 他佛陀有什么功德 他主要就是佛的识号 如来应供正变之明 金主善事事尖解 无上事调义战乌天连丝 佛世尊 那每一个名号都代表 他具有的功德 其实是念佛的识号 如来应供正变之加佛 总共有十一号 就是佛有十一号 如来应供正变之明金主善事事尖解无上事调乌乌天连丝 然后世尊 世尊总共念佛的时候 那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念佛 那当然后来我们念阿弥陀佛念要师佛也是这样的 所以不管是念阿弥陀佛要师佛 他都要跟你讲阿弥陀佛有什么殊胜 有什么功德 要师佛有什么殊胜 有什么功德 他要你意念这一些 那么这个跟 这个跟佛要入涅槃之前 那么我们说过 阿弥陀佛要入 上个礼拜讲 这个佛要入涅了 那阿弥陀佛很多那些还没证阿弥陀的 心里面都还会感到害怕恐怖 他会害怕 佛在的时候佛可以教我们 那佛不在了 那我们怎么办 念佛就是在害怕恐怖不安 那么这个时候你念佛产生力量 那佛要入涅槃之前 在这个在大破涅槃经 就是大涅槃经里面 就是不是大圣的那个大破涅槃经 也是阿弥陀里面 就是佛要入涅槃的时候 那么教大家也是教念佛 那这个念佛是念什么呢 你看 我们先来讲念佛 再来讲净土 那因为这里前面是讲念佛 后面讲净土 然后再给他弄起来讲 这念佛 他基本上释迦牟尼有告诉我们 因为那个时候阿弥整个心里面都在想佛在的时候 可以这样教阿弥已经证出国了 我们说阿弥已经证出国了 他都还会害怕 那一些还没证出国的 还没解脱的 就是还没证出国 甚至还有很多障碍的 他不是更害怕 阿弥已经证出国 他都会这样害怕 佛如果不在了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就好像那小孩子还没长大 还没有赚钱的人力 或是还没长大 他妈妈不在了 爸爸不在了 那怎么办 意思是像这样 那佛怎么说呢 你看念佛生死 或是讲身处 一般是念佛生死 生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念佛 一般我们这样讲 稍微再提醒一下 念佛出生死 念佛成道死 这个也是念佛 这跟我们刚才讲的 念佛的名号 不是名号 念佛的这个十号 那也是名号 但是他这个名号 跟这个十号不一样 刚才我们讲 是念佛的十号 但是这个十号 就是我们讲 如来一共这边是这个 这个是讲他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 其实就是念佛的功德 那我们现在念佛的名号 其实名以载得 他也其实 他其实就又退一步了 这个名号本身就含色功德 所谓名以载得 这个名号本身 他成长 他含色 聚足 这个佛的所有功德 所以 欧瑜大师也讲 名以载得 为什么要念 阿弥陀佛 模式南模阿弥陀佛 那么其实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所谓的南模阿弥陀佛 南模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模要师流离光如来 这个其实跟最早 叫要念佛的意义是一样的 只是后来我们把它 慢慢慢慢慢慢 传到后面 有一点产生所谓的质变 变得不一样 我们来看 这个名号是名以载得 就成长 他含色很多的功德 那么在阿弥陀佛里面 其实就是念佛的十号 来英共这辈子 那你这个是 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本身也是如来英共正辨知名心组 只是他特别强调这种佛的功德 那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灭盘 那念现在佛 那你要介绍这个佛 到底什么殊胜 像这样 那么在阿弥陀经里面 在阿弥陀经里面 佛告诉这些弟子 念佛出生时 念佛 就是说 那佛不在了怎么办 佛在意佛 那佛不在呢 好 那你要 就好像 比如说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师 念戒 念天 都是你会害怕的时候 你不安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告诉你 念佛出生时 念佛成道时 念佛转法轮时 念佛 灭盘时 那么这个是从佛 从佛出生 在这个世间 到离开这个世间 那我们也是有 从出生到死亡 佛是念法 从来到这个世间 到离开这个世间 那么你看 念佛出生时 功德如是 你要这样想 念佛成道时 神力如是 念佛转法人时 度人如是 念佛涅盘时 你要念佛 他也是叫阿难 教大家念佛 可是他是怎么念佛 我们来看 这个才是真正的念佛 那么念阿弥陀佛 其实也是在念这个 所以他才要 无量寿经才要 很费功夫的 跟你说阿弥陀佛 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然后在什么时候 在怎么样的状况下成佛 一样讲这个 就是阿弥陀佛开始发现 在法上 这是法上比丘 在世世道文化时代发心 然后一直到 他还没入涅槃 但是他一直 现在成佛 成就极乐世界 他也是要跟你讲 这整个过程 那这个有什么用意 跟这个 释迦佛 你没有要入涅槃的时候 告诉大家的一样 就是我们把 很多念佛的人 不晓得这个道理 就是 只是这样 我念阿弥陀佛 等我死的时候 阿弥陀佛会来接我到极乐世界 然后我就在那边 修行 一直到成佛 很简单的 这论比是这样 真的就可以这样吗 我告诉你不一定 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真正能念佛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教的 当然你说 阿弥陀经里面 无量寿经里面 那个是释迦牟尼佛教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佛法 都是释迦牟尼佛教的 好 那念佛 这个我们没讲 还没讲 涅槃是宜教如是 就是宜法 宜法如是 才宜留下来的法 也是宜教 宜法如是 好 如是就是 就是你要清楚 释迦牟尼佛 第一个 我们说 我们说归一三法 归一佛 归一是什么意思 学习 归一佛 很简单的话 就是我向佛学习 很简单就这样 归一法 很简单的话 就是我依法修习 依佛所说的法 因为我要向佛学习 那佛教我们什么 教你怎么成佛 那么我依法修行 这个就是归一法 归一生 生是何何众 就是佛教的一份子 不管你是在家出家 你进入了佛教这个家庭 我成为佛教徒 那么我 佛教徒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向佛学习 跟着大家一起向佛学习 互相抵立 互相策略 一起向佛学习 学到向佛这样 所以生是什么 清净 那么好 我们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念佛 两个次再来讲建筑题 这些概念有些人 其实不是很清楚 念佛出生时功德如是 这是你要好好想一想 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带给这个世间 什么样的影响 佛出现在世间 给世间人什么影响 让世间人 从无止境的轮回里面 找到一条解脱的路 从大黑暗没有光明中 产生光明 你知道有一个光带领你 走出这个黑暗 黑洞 这个是佛最大的影响 就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佛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 那么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对世间产生什么影响 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那你要好好想这些问题 你念佛 那你就知道 那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做什么 好 念佛成道神 那么什么叫做佛 佛出生的时候不是佛 出生时不是要做佛 叫做西达多 跟我们一样都是凡夫 他是靳放晚的一个儿子 靳放晚的一个儿子 在印度 应该是独生子 好像就只有他说一个儿子而已 出家之后 也还不是佛 到他福提树下成佛的时候 那个才叫做佛 成道的时候 但是往前推 说佛出生 佛不是出生 佛是 佛出生跟我们一样 所以这一点就是 我们可以跟佛一样 因为他不是出生就来做佛的 他是经过 他出生跟我们一样 他来到这个世间的方式跟我们一样 他长得也跟我们一样 他的问题也跟我们一样 很多的老病死啊 都有家庭的问题啊 但是他最后 不但跟我们不一样 而且带给这个世间 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他成佛 就是这个出生是说 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带给世间的人 什么样影响 好 那又影响了你什么 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能够从佛那里 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好 那么成道时 神力如是 意思就是说 那佛为什么叫做佛 他是怎么成佛的 那你三宝地址 皈依佛不就是要向佛学习吗 那你一定要知道 他是怎么成佛的 你念南模阿弥陀佛 南模就是皈依的意思 南模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模就是皈依 那你念南模阿弥陀佛 你一定要知道 阿弥陀佛都怎么修行 他说你要怎么南模 你要南模哪里来 南模是皈依的意思啊 皈依就是以他为榜样 向他学习 跟他一样 最后跟他一样 这个才叫做南模 那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念南模的意思就是 佛你力量很大 请你保佑我 请你加持我 都是这样而已 其实不是 南模的意思就是 南模阿弥陀佛就是 阿弥陀佛 我知道阿弥陀佛的伟大 我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那我们现在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念南模阿弥陀佛 我知道阿弥陀佛力量非常大 请阿弥陀佛保佑我 记得我往生的时候 一定要来带我 不是 这个不是念南模 南模阿弥陀佛是 我 因为他有写啊 无量搜集里面 阿弥陀佛怎么修行 怎么发现 那么 我知道阿弥陀佛的伟大 我决定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学习到跟阿弥陀佛一样伟大 南模阿弥陀佛也是这样 我决定要跟释迦牟陀佛修行 那么 成道时神力如是 神力其实就是 他都是怎么修行 具有这一些功德 他把它犯作神力 就是 他怎么修行 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力量 神办的力量 其实就是功德 这么殊胜 这么不可思议的功德 他是怎么修的 怎么修 去英会啊 要怎么修 六度 大臣来讲就是六度波罗蜜啊 你要思维 你要去思考 你念佛就要思考 所以我常常讲 你念佛 你要怎么念 佛 怎么想 我们怎么想 佛怎么说 我们怎么说 佛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 你神口语都会有佛 你就是佛啦 现在还没有嘛 所以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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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學一點 一天學一點 一次學一些 學到最後 你就是佛了 其實就是這樣 念佛成道時 佛出生在這個時間 這個是他成佛 成道就是成佛 成佛的時候 他是怎麼成的 他都是修寫 他都是修些什麼 你念這個 那麼他成道之後 就是他成道的時候 他是怎麼成道的 然後他成道之後 他做了什麼 杜仲生 如果他成道沒有杜仲生 他也不叫做佛 他之所以是佛 是因為他成就了 佛是抉擇的意思 那麼他跟屁之佛不一樣 是因為他杜仲生 傳法人 所以你要念佛 渡人如是 他是怎麼樣渡眾生的 他是怎麼樣去利益眾生 我們講過 他從釋迦摩尼佛 從普提樹下成佛之後 第一個想的就是 我要去渡誰 要渡他兩個老師 兩個老師升到無色界天去 不能渡 就想說 那接下來要渡誰 渡無益修 然後渡誰 渡平伯收勒王 因為他也跟他有約定嘛 釋迦王寧還沒成果的時候 拖伯遇到平伯收勒王 平伯收勒王 那個時候在 那個時候還沒成果 然後在王者城 守衛城是後來才去的 在王者城 遇到平伯收勒王 平伯收勒王 那個時候是王者城的國王 看到他 看這個年輕人相貌非凡 他還不知道他也是王子出來的 然後 就跟他講 你不要出家 那時候出家了很多 那個時候還沒有佛 還沒有佛教主 很多沙門集團 你來 你跟我 就是跟他一起做國王 就是我分一半國土給你 只是你跟我一起做國王 你不要休閒了 你來跟我一起做國王 釋迦莫令我不要 我就是 當然 譬伯收勒王的國王 國土比較大 那個加皮羅衛國的那個國土比較小 他 基本上的國土是很小 那麼 釋迦莫令我就是這個時候西達多沒有 就答應 那陰伯收勒王就跟他約定好 那麼你既然你要休閒 因為他看這個人不容易 就是不簡單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人修行會成就 他就說你成佛的時候 就是你成就的時候 那麼希望你來度 她就答應他 他一起這個約定 所以他渡了五比喬之後 他就要去渡 渡瓶沒所謂 就這樣一直到 你看阿安心裡面的茶茶 佛會看 到處去多波 看哪裡有眾生 因緣瓶前手 或是可渡的人 他就會去 他都主動去 當然也有人來找他的 一直都在渡了 渡他要入涅槃 躺在那裡 還在渡虛伐多瓏 所以他轉法輪時 他就是佛是怎麼修的 他是怎麼樣為這個世間帶來光明 他是用什麼樣的精進 用什麼樣的修行成就他的 他的這樣的功德 他是怎麼樣孜孜不倦 那麼去利益眾生 然後到最後 你要知道 他離開這個世界 他雖然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是他又留下些什麼東西 就是他這一生 他這一生所留下的這些東西 就足以帶領這些眾生 可以得到解脫 我們現在還受到這個利益 即使他要離開這個世界 他要入涅槃了嗎 要入涅槃 他依然 你看儀教堅裡面要走了 還把這些地址叫過來 你們還有什麼疑問的 趕快 趕快問 因為他要入涅槃了 你也不要擔心 我在 那麼你還是要依著我說的去修行才可以解脫 我不在了 你依著我說的去修行還是可以得解脫 如果我在 那你不依著我說的修行 那麼你不能得解脫 他就變成這樣 所以你要唸佛到底留下些什麼給我們 那麼你要依這個去修行就是了 所以自依止法依止 後來就講自依止法依止 依著佛留下來的這一些法 依法修行 你看喔 佛在 佛在事實所說的說法 那麼你依佛所說的法 那麼你依佛所說的法 那麼你親近佛就是要知道佛到底是怎麼修行成就的 所以你依佛所說的法修行 你還是什麼 你還是可以得解脫 你可以得解脫 那麼你不依佛所說的修行 你也不能得解脫 你也不能得解脫 你這個可以得解脫 佛不在了 佛涅槃了 佛涅槃了 你依佛所說的修行 依佛留下來的這些修行 還是可以得解脫 你不依佛所說的修行 依然不能得解脫 所以佛在跟不在 佛在事的時候還是要依法修行 當然佛如果沒有出現在這個世間 不曾經存在過 那麼大多數的人是不知道怎麼得解脫的 不知道 沒有辦法 只有非常非常少數屁之佛的種信 像大家社這一種 還捨立佛這一種 非常之類 其他人不知道 但是佛已經出現在世了 他出現在世間就是為了要跟你說 怎麼得解脫 怎麼稱佛 現在他已經說了 所以即使他不在了 你依這樣修行 還是可以得解脫 很多人解脫不是因為看見佛 或聽見佛說法 不是 比如說佛在世的時候 他跟舍利佛講 或跟阿難講 他的弟子那麼多 舍利佛 比如說舍利佛又跟其他的人講 比如說假講 假又跟銀講 銀又跟銀講 那麼之後很多人 很多人其實也不曾經見過佛 沒有聽過佛說法 他是輾轉 輾轉 比如說這個丙 後來得解脫正阿流汗 他是聽得解脫的 簡單來講 比如說 舍利佛正出國 不是聽佛說法的 聽誰 聽這個馬聖比丘 馬聖比丘是輔比丘之一 威夷第一 他是聽馬聖比丘得出國的 後來再去清淨佛 正阿流汗 言光色比丘林是依募建源正國的 所以他有些 甚至在後面有一些 他並沒有見過佛 也沒有聽過佛說法 但是佛的法從一個 兩個 三個輾轉傳到那裡 他以他修行還是可以得解脫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能夠掌握正確的佛法 那麼即使經歷了2500年 即使經歷了幾千公里 從印度到中國 從2500年到2500年後 他依然可以得解脫 其實這樣 如果沒有 就算你現在住在普吉喀雅 佛就在你旁邊 吉伯達多不就是這樣嗎 他的師父是釋迦摩尼佛 他的弟弟是多文第一 他的師兄弟都是阿羅安 他也沒有解脫啊 還不只是他而言 很多人都這樣 所以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佛說了些什麼 佛教我們些什麼 佛是怎麼成就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佛不在了 可是佛留下些什麼 他曾經說過些什麼 那麼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念佛出生時 念佛成道時 念佛轉法輪時 念佛涅盤時 所以從佛在到佛不在 那麼佛是怎麼樣去利益眾生 佛是自己是怎麼樣去修行 這個比較是制定 他是怎麼修行成就佛 成就這樣一個偉大 他又是怎麼樣把他所成就的 那麼去遣救眾生 那麼他出生的時候 帶給世間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他離開的時候 又帶給世間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那麼我們歸佛 我們學習佛就是要念這些 那麼這個最重要的就是要念什麼 念法 依法修習 所以佛法生我們都是 如果從生是佛教團體 因為那個時候有很多團體 那個時候有很多團 團體就是生 什麼團體什麼團體 生且 這個是印度化 山卡他們是很多團體都叫做 生且就是團體的意思 很多團體很多團體 在釋迦摩尼爾這個團體裡面 在釋迦摩尼爾這個團體裡面 其實就是同行同願 就是118政大 那麼得解脫的 那麼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那種信念方法 不太一樣 那我們之所以加入這個團體 是因為我們對這個團體 有那種信念 有那種希望 就是我們相信這個團體 可以帶領我們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們加入這個團體 一起朝解脫 向上 向上 向解脫 最重要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當時的念佛 所以由念佛的 念佛的這個功德 念佛的十號 從念佛的十號就是功德 到念佛的名號 那麼這中間其實 名號其實就是又收射這十號 就是名號 念佛的名號是收射 這佛的十號 那麼這佛的十號 其實就是佛所有的功德 那廣一點 念佛的功德只是 這個 釋迦摩尼摩講 念佛生死 念佛成道死 念佛傳法人死 念佛 念盤死 這個念佛的時候 只是這念佛中的一個而已 所以我們完整的向佛學習 其實就是佛出現正在這個世間 那麼帶來給世間 什麼樣的一種影響 然後佛成道 他是怎麼修閒的 成道之後 他都做了些什麼 他是怎樣去利益眾生的 他離涅槃了之後 他又給我們留下了些什麼 那麼怎麼樣影響這個世界 那我們要學佛 怎麼學 真的學啊 所以後來這四個都變成四大聖地 出生的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阿尼王都有尋守這四個聖地 就是佛出生的地方 現在在南比尼 在尼泊河那裡 佛出生的地方 佛成道的地方 佛提凱亞 佛傳法人的地方 這五比修和路也院 佛捏盤的地方 其實呢 後來擴大變成八大聖地 一度就變成八大聖地 最早就是這四個 你去到這個地方 我還念佛 那這個是最早念佛的意義 好 那我們說後來變成念佛名號 而且這個佛 前面有講 這個佛有很多支 那最主要是釋迦牟尼佛 最主要是釋迦牟尼佛 那之前也有所謂的七佛 釋迦牟尼佛是七佛之一 那就是前面加瑟佛 然後到居留森佛 那就是從居留森佛過去 然後一直到加瑟佛 那就變成這個 這個之前也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就是釋迦牟尼佛 但是最主要的 念佛我們說過 念佛的十號 然後名號其實就是收射這十號 所有功德 那這十號其實就是 念佛的功德 就是念佛成道詞 神力 念佛出真實 功德 他出現在這個世間 然後他擁有哪一些功德 慢慢慢慢後來變成 只是念佛的名號 而且這個佛 當然最主要的變成是阿彌陀佛 從釋迦牟尼佛到阿彌陀佛 當然這個是因為佛已經滅盤了 佛已經滅盤了 所以就要找現在佛 變成這樣 而且 念阿彌陀佛原來也是這樣 阿彌陀佛是怎麼發現的 阿彌陀佛是怎麼修行的 阿彌陀佛是怎麼度眾生的 其實也一樣 你仔細看《無量壽經》 他也是講這個啊 他怎麼修行的 那講這些做什麼 給你學啊 那現在不是 現在就變成 你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就變成名號而已 天佛阿彌陀佛 天佛阿彌陀佛 那有的講得更彼陀 那個 《榮書劇集》文裡面 記載了一個方法 說唸幾十萬幾千幾百幾聲阿彌陀佛 唸一聲等於 比如說唸八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八聲 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比如說你這樣唸 你南謀阿彌陀佛對不對 你就唸 南謀八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 尊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那你唸一尊就等於八十八萬尊 那還有這種 這就是投機取巧 那根本就 你已經誤會那個念佛的意義了 已經誤會掉了 那有些就是你唸一尊佛 那你唸後面再一個就 這個功德自動乘以幾千倍幾萬倍 你在哪一天唸功德乘以幾千倍幾萬倍 這個已經誤會誤會念佛這一件事了 就變成我這個名號從我的口語出來 這樣的聲音這樣的音調 比如說南謀阿彌陀佛 我就說我記得我剛學佛的時候 那個時候再爭論兩個問題 唸佛的問題 因為大部分人都唸佛 一個是到底是要唸阿彌陀佛還是要唸阿彌陀佛 第二個是到底是代曰往生還是消曰往生 我記得我剛學過的時候 那個時候唸佛也是 唸阿彌陀佛也是很流行 主要在討論這兩個問題 就講到這個阿是什麼意思 歐是什麼意思 怎樣怎樣 唸哪一個聲音比較大 功德比較大 這個都 你會討論這種問題 表示你對佛法不甚了解 唸阿跟唸歐有什麼不一樣 重點不在聲音 重點不在口形 重點在你的心 有沒有意念佛的功德 那意念佛的功德是做什麼 你也想擁有這樣的功德 那你怎麼樣擁有這樣的功德 佛是怎麼樣擁有這些功德的 他是精進修行的 那他怎麼修行 你就要怎麼修行 你知道佛有這樣的功德 那你唸了 你就可以擁有佛這樣的功德嗎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修行有這樣的功德 你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把他的功德分給你嗎 不是這樣 阿彌陀佛修行是 阿彌陀佛的功德是這樣修行來的 所以我如果想擁有這樣的功德 我也要這樣修行得來的 所謂佛出生時 功德無事 佛成道時 神力無事 他是怎麼樣修精進用功 獲得這些成就的 那知道這個做什麼 知道佛有這樣的功德 心向往之 學習之 就是我們要 你歸意就是這個意思嗎 我要向佛學習 怎麼學 怎麼學 你要知道佛是怎麼修 都修些什麼 一樣阿 那你知道這些做什麼 你要跟著做的阿 你知道了不做也沒有意義 你知道了不做也沒有意義 就是你要知道他的功德在哪裡 知道這些功德是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修行成就的 那麼知道怎麼修行成就的 就是我也要這樣去修 很簡單嘛 你是怎麼練到身體這麼強壯 你都是吃什麼 吃到身體這麼健康 知道這些做什麼 健康 強壯 美麗 這些都叫做功德 你是做什麼行業的 怎麼這麼有錢 有錢是功德 那麼這些都是功德 世間的功德 我們舉例阿 那你這樣問 意志是什麼 你也想擁有阿 我也想像你一樣漂亮 像你一樣莊嚴 哇 你試驗蓋得這麼莊嚴 你這個是 材料是哪裡來的 怎麼蓋怎麼蓋的 對 一樣 你知道這些功德之後 心向往真 你也想擁有 那怎麼辦 他告訴你 比如說我是這麼健康的 我就是每天慢跑 我每天坐瑜伽 我每天練功 你就要跟著練阿 你不能說你這麼厲害 然後我每天回家都念那個人的名字 他就會把他的健康 把他的錢財 把他的莊嚴都給我了 不可能 不可能 那我們現在很多念佛都這樣 你為什麼要知道他有什麼功德 他有那麼大的功德 你還要知道這些功德從哪裡來 知道從哪裡來 你還不是知道從哪裡來就好 你還要知道 你還要學習怎麼樣跟他一樣 人家都是每天早上去爬山 你也要跟著爬山 因為他是用這個方法 變成健康的嗎 人家吃東西的時候 他都是怎麼樣料理 或是他怎麼樣分別 有毒的沒毒的 有營養沒營養的 根據個人的體質去設計 你也要這樣阿 你不是說他的厲害 那麼我知道了 那麼我天天看著他的相片 天天跟他禮拜 天天念著他的名字 天天附送他說的方法 我就會有功德 不可能 你把他教你的每天附送三遍 自然你就會健康 自然你就會美麗 自然你就會有錢 不會 其實我們現在是這樣 把佛說的天天附送幾遍 然後把他的名號天天拿出來念 反覆念 那麼我們就會擁有佛所有的功德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念佛 不對 這樣是不對的 你要回到最初告訴你 念佛生死 念佛的功德 念佛是怎麼樣擁有這樣的功德 神力如此 那麼他擁有這些功德之後 拿來做什麼 拿來利益眾生 他到底留下些什麼給我們 那因為這些佛留下來的東西 因為佛有些人根本就沒見過佛 但是他依然可以得解脫 有些人天天在佛身邊 他也不能得解脫 為什麼 重點就是有沒有無法修行 立法修行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很多人把念佛 很多人把念佛 變成窄化了 念佛變成只是念佛的名號 而且只念阿彌陀佛 當然只念阿彌陀佛也可以了 就是這樣 你就念一遵佛 因為佛佛其實是道統 每一遵佛擁有同等的功德 所以你念一遵佛等於念十方法 這個在即使阿彌陀經 你的經典裡面也是一樣 很找一本 跟無量司徒經大概同等找的 也是在漢朝那個時候 就是大概在三國漢朝時候翻過來 比如說波座三位經 這個比較正翻的 那麼 波座三位也是念阿彌陀佛 但是 他的意思就是 見十方法 見一佛就見十方法 觀無量貨經也是 觀佛三位還經也是 只是他這個念佛 一般我們講念佛 念佛其實是這樣 念佛 念佛有一般講四種念佛方法 就是我們講的名號 但是已經跟你講 名是收受這些功德的 可是一般的人 念這個名號 也不曉得這個名號 背後有什麼功德 不知道的 那這樣其實沒有辦法 真正得到念佛的功德 持名念佛 觀想念佛 觀向念佛 觀想跟觀向最主要就是 有那個像跟別那個像 觀向念佛 然後最後有一個所謂十相念佛 十相念佛就見十方法 那麼其實這三個 它都是會到一個所謂的微信念佛 不管你是持名 你觀想 你觀向 那麼最終都會進入到所謂的微信念佛 你見到阿彌陀佛 可是這個時候見阿彌陀佛還不是 還沒有到 你還要從見佛裡面 你要知道 微信 佛沒有來我沒有去 我見到佛 為什麼 因為我念佛 微信所限 那麼 那你就要去思考 這個就是正念正定引發正會 你還要去思考 此之後做官 其實就是你要去思考 那心是什麼 微信所限 這個時候其實到了微信念佛 都要經過這一關 然後這一關過了 才得十相念佛 那心是什麼 我念佛 佛也不來我也不去 我住在那邊 其實我見到佛 還跟佛問他 那 微信所限 那心是什麼 心是什麼 心是虛妄 不死 你此此有這個心 不是的 所以這樣才進入這個十相 照見五運皆公 這個時候才真正得利盡佛 這個才是真見佛 這個才真見佛 他其實是透過這樣的方法 那現在就變成只是慈敏 就變成你念一聲佛 現在念佛的人通常 我們說過現在念佛的人通常都是為了要往生淨土 所以淨土 基本上 一般一開始來講 念佛 念佛是莊嚴淨土 所以 這個就是一開始前面講的 度人如釋 佛成佛之後 你要跟佛學習 你為什麼不學捨義佛 不學墨見 你要學佛 佛 佛度人 度人如釋 那怎麼度人 莊嚴國土成所眾生嗎 所以莊嚴淨土 所以菩薩道就是大聖就是這樣來的 佛是怎麼度眾生的 那麼我們要跟佛學習啊 所以也是要 你看阿彌陀佛也是莊嚴淨土 釋迦摩尼佛也是莊嚴淨土 那麼他一不一樣 我們也可以說他莊嚴惠土 把惠土變成淨土 那麼阿彌陀佛我不是 阿彌陀佛我是創立一個淨土 就好像他蓋一個新的法堂 那釋迦摩尼佛不是 把舊的法堂變成新的 翻新翻到變成新的 那一個就是求生淨土 即使我們看很多的淨土經典 那麼多數大聖佛法都是在講 念佛以莊嚴淨土 後來就變成念佛 這個念佛是意念信念 就我們講佛的功德 佛怎麼樣度眾生 佛說了些什麼 佛怎麼成佛的 後來就變成念佛求生淨土 菩薩道如果依大聖來講 如果依大聖來講 念佛是為了要跟佛學習 怎麼莊嚴淨土 佛度人不是阿 佛怎麼度眾生 菩薩道就是莊嚴國土成熟眾生 成熟眾生就是讓眾生的善根成熟 善根成熟才可以得度阿 所以度人不是阿 你看就是這樣阿 良好的思考這些道理 中年國土成熟眾生 前面不是講了念佛 念佛轉法度人如是 佛沒有辦法度無遠的眾生 你要成熟了才可以 你善根成熟你才有可能得解脫 你善根不成熟也只能讓你成熟而已 成熟之後才能得解脫 沒有善根的只能種善根 所以佛要入內盤講 度一切眾生他就是這個意思 並不是你讓一切眾生都得度了 不可能 那是沒有善根的讓他種下善根 那麼已經種善根的讓他成熟善根 善根成熟的一定可以讓他得度 那沒有人種下善根的 留下以防未來 未來有 未來有種善根的機會 所以他就是這樣來講 他已經就是可以說他要 避一切眾生 度一切眾生 即使都還沒種善根的人 不信的人 留了這個法 未來他也有機會遇到 他依然可以依這個法得解脫 這個是你看 念佛就是這樣 就是念佛學習佛莊嚴俊讀 無量壽星就是這個 那麼所以他講法善比丘的 那後來就變成念佛的名漢 變成求生進度 尾提希就是這個 無量壽星的是 這個講法善比丘 他怎麼發心 在釋迦末怎麼發心 那麼佛帶他看 210億的佛國土 佛帶他看 他也問嘛 釋迦末怎麼成佛的 他也要跟釋迦末學習 所以他捨棄王位出家 大家如果看無界壽星就會知道 他捨棄王位出家 然後他想說 過去佛是怎麼成佛的 怎麼樣那麼有很多的佛 釋迦末給他看 那麼那麼多的佛 他看了之後 他不是像韋提希也是這樣 他被安哲斯王 努逆 所以他想說 你看他的音不一樣 他跟釋迦末女佛講 我為什麼會有出這個不孝子 那麼這個世間這麼苦 有沒有一個親近的地方 沒有這麼苦的地方 釋迦末給他看很多的國土 他看一看 我又去他的地方 有什麼方法可以去 法杖比丘不一樣 法杖比丘 法杖比丘 釋迦末他是做國王的 瑋迪斯王后 他做國王的 然後他遇見釋迦佛恩侯 他問他 他看了釋迦安侯 三十二項 八十二項 你是怎麼成就的 其他的國土是怎麼成就的 大概我是大想大概 那個釋迦佛給他看 兩百一十一的佛國土 他看了之後 他沒有說 那個地方很好 怎麼去 沒有 他說 那這些國土怎麼成就的 他也要這樣成就 所有佛國土的好 未來我成佛的時候 都要有 所以他就努力修寫 五節思維 無量節的修寫 你看 他用無量節修寫 後來成佛了 剛剛成佛不久 十節嘛 剛剛成佛不久 為什麼要那麼久休息 你看 他並不是 他並沒有跟釋迦佛說 那個地方好美麗 這所有的國土裡面 那個最好 怎麼去 告訴我怎麼去 沒有 這麼多莊嚴的國土 都是怎麼成就的 後來 所有佛所成就的 我跟每一尊佛學習 跟每一尊佛學習 我們拜千佛 拜八十八佛 其實也是這樣 每拜一尊佛 跟一尊佛學習 但我們不是啊 我們每拜一尊佛 就希望受到這尊佛的保佑 不是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 他就用了這尊佛 比如說 他這個人 很會設計 我就去學設計 這個人 這個很會擦油漆 我就去學擦油漆 後來我蓋個佛堂 就每一個都很漂亮 油漆擦得很好 設計設計得很好 木頭編格很好 裡面的設備很好 什麼都很好 他每一個都學 那麼這支佛 到底都怎麼度眾生的 用什麼方式來度眾生 我每一個都學 這樣來裝點他的國土 以後在我的國土裡面 你要學這個的 我就有這個給你學 你要喜歡這個的 我就有這個給你 這個就是法杖比丘的修行方法 那麼你真正念南摩阿密羅伯德 你要學習法杖比丘 拒絕什麼功德 人家是怎麼修行 人家是怎麼度眾生 你這個才是念佛 後來就變成不是了嗎 就變成慈名 念佛名號 那麼 那麼本來是念佛功德 或是念佛度人 就念佛怎麼成就的 我們簡單講到念佛的功德 來莊嚴淨土 後來就變成念佛的名號 求生淨土 這個是後來的變化 現在多數說是這樣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把這個念佛 往生淨土這個觀念 稍微稍微釐清一下 那麼這個淨土 我們說佛也不只是阿彌陀佛 很多尊 但現在也確實是 阿彌陀佛是最 如果有夫派的話 如果我們現在把 基本上在台灣 在其他地方我就不曉得了 就台灣 念佛要往生的 念佛要往生淨土 主要是三大派 我們說過 念 但是不一定是念佛 但是我們都講念 念佛 這個佛底下 他基本上 那麼生淨土 基本上主要是三大派 比如說 這個 藥師佛 東方淨土 藥師佛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主要主要是三個 就是東方藥師佛 老師後面也主要舉兩個 就是大聖不共淨土 藥師佛 西方阿彌陀佛 然後還有多帥天的 彌勒菩薩 他不能叫彌勒佛 多帥天的 這個 這個是在我們這個世界 遇見 多帥天 彌勒菩薩 他還沒成佛 他成佛的時候 會來這個世間成佛 但是他還沒成佛 所以你不能叫他彌勒佛 你如果要的話 要加上 當來下生彌勒佛 現在是彌勒菩薩 那麼這個主要是 瑜伽行判 就是為世的 世青 無佐 一般說 為世這個方法是 彌勒菩薩喘的 一般是這麼說 所以修為世法的基本上 就是現在要求生禁度的 求生彌勒禁度 這個叫做彌勒禁度 這個阿彌勒佛是西方禁度 叫做極樂禁度 極樂禁度 或是安樂土 這個是流離光世界 這個是極樂世界 這個是流離光世界 流離光佛 好 那 要往生多帥天禁度的 這個叫多帥禁度 在御界第四天 一般有些還說 多帥天外宴 其實就是多帥天 那麼多帥 基本上是 一個是修為世的 修以且形態的 為世的 一般我們就是要為世的 無佐 世青 是這麼說 就是以修為世為主的 然後這個玄狀 修以修為主的 來自於這些 來自於這些 後來的所謂的 為世學 因為 最說 最傳 是 弥勒菩薩 跟無佐 無佐 無佐菩薩講 無佐菩薩 佛教教scene以前很早期 一貫道是很犧牲的 後來這一貫道的講師 有很多的人 轉成佛教 這些人 以前因為都是念弥勒 所以 後來就轉成傳 disg迷勒神 我們就往生迷惡 迷惡 迷惡 那麼大概最主要的就是有這兩類的 主要 我們說主要的 那麼求生都算幸福 那麼這個是最多的 這個是從 應該從這個 最早 最早從會員 魏京南北朝的會員 然後開始 會員沒有修 特別說修禁土法 沒有 他是修剝座上面的會員大使 東進的 道安的徒弟 會員 所以中國把他列出主 但是他也沒有洪講禁土法 他就是找了123個人 當然都是有名的旺個人 然後 集體發願 那麼要往生幾個世界 但是他修剝座上面 都是他做了很多的事 然後後來慢慢慢慢 談卵 道挫 散道 開始這個禁土法門越來 越來越有歸過 那個時候還不是主要的 唐朝的時候 邦大宗都很心生 禁土法門也沒有特別輸贈 知道了宋元明清之後 所有這些法門都衰弱了 甚至連禪宗都衰弱了 也是在裡面念佛 現在有了啦 最早二十幾年前去的時候 禪堂裡面還是念佛的 那我們現在看台灣很多都是 曹洞宗 溫清宗的 也沒有在禪堂 都是念佛 那麼自己是為世的 這個是從明朝以後就這樣 不管你是為世宗 是禪宗 是律宗 律宗 律宗也一樣 禁堂宗 像台灣 台灣這個比較講究戒律 基本上也是念佛 持戒念佛 也是要往生的 都是這樣 就是後來都變成這樣 在唐朝的時候還不是 但是他已經開始的新生 那麼最多的 那麼這個裡面也有講 就是在印度 印度基本上就有這種情形 但是印度基本上東方不是要是佛 東方是阿促佛 還有一個阿促佛國間 東方是阿促佛 西方是阿彌陀 他表法不一樣 那麼在印度 東方 東方是阿促佛 西方是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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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了中國 他出國的法門一直沒有被弘揚 到了比歐門現在 東方是要是否 西方是阿彌陀 一樣是阿彌陀 他表的不一樣 他表的是現身的利益 你可以保留現身的利益 等一下後面會講 後面就講到這個 我們現在先說 他這個是來生的利益 來生的幸福 保留現身的幸福 然後死了之後可以奧視清楚去 阿彌陀佛不是 阿彌陀佛是你要厭禮這個所佛 要捨棄現在的 然後努力一心念佛 引到更好的世界去 就未來 死後的 這個是生死的利益 這個是來生的利益 不太一樣 印度阿彌陀佛跟阿彌陀佛 一般來講 佛法 自為能度 性為能度 其實是這樣的 後來當然轉變了 那我們說 現在的往生淨土 基本上念佛生淨土 就生多率淨土 生極樂淨土 生流離光淨土 大概 如果把它講成門派的話 大概就是三大門派 三大派 其他的就比較少 當然你說西藏的他有另外的 像巴拉建築 或是什麼樣的其他的 但是如果在中國大乘 密教我們不說 密教我也不是很說 大概就是 這三個建築 其他的比較少聽到 建築是很多的 在阿彌陀佛經列著 十方建築 六方建築 十方建築 玄奘的翻十方建築 羅斯的翻六方建築 就非常多 比如說 維摩絕經歌 他也有建築 寶妻建築 或是香妻佛國建築 好像沒有人往生拉拉的去 也有很多建築 大聖經典也有很多的建築 但是 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建築裡面 確實也是極樂世界描寫的最多 可能在那裡就是流行 在印度就是很流行 翻過來的 我們現在日本人研究 翻過來的大聖經典 小聖沒有往生建築的 小聖不往生建築的 他念佛 但是他不往生建築 他念佛 求解脫 大聖後來就變成念佛 求解脫 他原來不是 他是念佛 叫成佛 杜宗生 我們講過 他原來是念佛要莊嚴盡的 南傳是念佛要求解脫 後來就不太一樣了 那這個淨土 這個淨土的概念 淨土的概念是跟會土 相對的 那我們說這個念佛是同 念佛 念法 念生 念世 念念天裡面 它起生了一個 但是它是最主要的 那淨土跟會土是相對的 那蘇佛世界是會土 它是佛土 它都是佛土 佛土有分淨土跟會土 但是淨土不一定有佛 有佛的不一定是淨土 這個是有佛國土 佛統是有佛國土 有佛國土 我們叫做佛土 有佛注釋的國土 釋迦牟尼佛的也是佛土 但他不是淨土 阿彌陀佛要知佛的是佛土 但是他也是淨土 但是淨土不一定有佛 有佛的國土不一定是淨土 淨土不一定有佛 比如說 尼勒菩薩都率天 他叫做都率淨土 他也是淨土 有沒有佛 沒有 最高的是尼勒菩薩沒有佛 尼勒還沒成佛 他是 他是 菩薩淨土 他不是佛國淨土 他沒有佛 他未來成佛 都率淨土 還不是佛國淨土 彌勒菩薩來這個世間成佛的時候 這個世間 那個時候才是彌勒佛國的淨土 那個時候這個世間的人獸 八萬四千歲 或是八萬歲 成佛之後 這個地方就叫淨土 那麼這個地方的淨土 叫做人間淨土 那個時候 也是淨土 可是還沒成佛 現在在多率天 沒有佛 最高是菩薩 所以 多率天是菩薩淨土 還有僧文淨土 很多 我們看 所以 所以淨土不一定有佛 他有分幾種 你說有佛的 有菩薩的 有僧文的 甚至只有凡夫的 這個 都叫做凡聖同屈土 好 建築裡面 比如幾個例來講 一般我們說 一般我們講 有佛國土 有佛的 菩薩的 有菩薩的 沒有佛 但只有菩薩 只有多率天 像一般 有些把它講成 比如說 長期光土 這個是佛 只有佛的國土 十八號雙顏土 這個是菩薩的國土 凡聖同屈土 有凡有聖的 有菩薩的 就是沒有佛 這裡是有佛 其他的都是沒有佛 有僧文的 菩薩淨土 佛國淨土 菩薩淨土 僧文 就有菩薩 有僧文 有僧文就是有阿羅漢 或是有 基本上是這樣 如果依阿羅漢經理來講 這個僧文 僧文 木涅槃沒有在哪裡的問題 大聖經典就是說 這些阿羅漢都在淨土 比如說阿彌陀基人裡面 這個 很多阿羅漢 菩薩淨土 之手 那麼 一般來講 僧文淨土 主要是出國 惡國 三國 主要是三國 或是出國惡國 在哪裡 在五不環天 五不環天 這個是在玉界天 玉界的多帥天 這個是在色界天 色界天 這個是玉界天 色界有五不環天 又叫做五阿納涵天 不環就是阿納涵 五阿納涵 三國的 三國的不來人間的 沒有來玉界的 在禮遇的 他沒有來玉界的 但是也不上無色界 無色界不能解脫 他在哪裡 他在色界 色界最高的那幾千 色界有十八天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不是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十四天到十八天 無反無樂 善現善間 色就近 這幾天 無反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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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現 善間 跟色就近 他們就在這五天中 那麼這些都是正三國的 所以是親近的 親近國土 然後聚集在那裡 那就在那裡得解脫 正阿納涵 所以那裡是禁土 那個是神文禁土 這個是多上一天 這個是菩薩禁土 但是菩薩禁土裡面 有凡有聖 也有菩薩 當然也有其他的菩薩 是聖者 也有其他的聖者 但是很多都是凡夫 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 人間淨土 那麼人間淨土 舉的例來我們說 米勒菩薩再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人間淨土 那麼另外 在這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 所謂的北聚如宗 伊阿安經裡面 那個叫做人間淨土 北聚如宗 那個沒有佛法的地方 北聚如宗 有南沾木宗 有西牛二宗 有東聖神宗 北聚如宗沒有佛法的地方 但是他們國土清潔 黃金鋪定 那麼生活很享受 那個也是 那個是人間淨土 但是沒有佛法 這些都沒有 沒有佛 沒有菩薩 沒有生文 沒有善寶 那個也是人間淨土 那個也是淨土 就是淨土的概念 有佛 有菩薩 菩薩淨土 佛果淨土 菩薩淨土 生文淨土 跟沒有佛 沒有善寶的人間淨土 也有 略是像天上 略是像天上這樣 但是那個在經典裡面 他也被稱作淨土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人間淨土 多數是彌六菩薩 再來人間的時候 就是人間淨土 其實這樣 這個是所謂的念佛 神淨土的概念 怎麼往生 我們前面有講過 每一個淨土要往生的條件不太一樣 那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 最主要 我們現在最主要就是 要師佛跟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上次我們說過了 要往生阿彌陀佛 其實就是四個條件 發谷其心 修出功德 你是上輩的 就大修功德 你是中輩的 就修出功德 你是下輩的 就多少修上 就這樣來分上輩下輩 當然那功德是什麼 功德當然就包括界定會 當然就是一定包括這個 那 所以 這個 第三個 第三個是 一向專念 念佛的名號 然後第四個是 你有那個心 我要往生那個地方 你雖然念 你沒有發覺要往生 也不能去 連要一心不亂也不能去 那我們說 本來是莊嚴禁徒的 阿彌陀佛經莊嚴禁徒的 無量壽經莊嚴禁徒的 後來變成 觀無量壽經的 觀無量壽經的求生禁徒 本來是念佛功德的 知道 知道法善比丘 是怎麼發行的 怎麼修行的 那麼 變成 我提西夫人 你看十六觀經裡面 觀無量壽經的十六觀經 下品下身 是什麼 你念不能念 你不能意念 你念佛的功德都念不來 怎麼辦 出聲念就好 十聲 你看這個就是變化 轉變了 無量壽經不是 你那個念就是要意念 意佛念佛 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是 你念已經沒辦法念了 那個意念都沒辦法想 因為太痛了 他第一項線前 你努力想盡辦法 喊出來 十聲就好 下品下身 念八 就是這樣 因為他已經沒辦法念了 所以他出聲念 後來就變成 這個觀念影響我們 所以後來有十念法文 一口氣念 你只要念出聲就好 下品下身的第一項線了 就是他準備要下定義了 這個時候 他那個腦筋一片混亂 胡來文人叫他念佛 他沒有辦法想 沒有辦法專心想 想不起來了 沒關係 你只要出聲念 念十聲就好 阿密陀佛阿密陀佛 阿密陀佛 往生南佛阿密陀佛 也可以不做第一 他是往生 其實不是真的往生 因為往生到極樂時間 會見到佛法 會挺穩佛法 二六十週目念佛 阿密陀佛阿密陀佛 下品下真的往生到極樂時間 沒有佛 沒有法 沒有聖佛 那哪裡是極樂世界 好好研究一下你就知道 那後來的人 沒有把這個觀念弄清楚 就變成 就算你五逆十二要下第一 你只要能夠念十聲佛 都可以往生極樂世界 就變成這樣講了 其實哪裡是這樣 根本就不是這樣 你把無量壽經拿來看一下 你看那個下品下真的 升到哪裡去 他雖然說升到極樂世界 可是十二大姐在蓮花中 不見佛不聞法 那哪裡是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不是 二六四中念佛念佛念真嗎 不是那個鸚鵡 那個鳥聲水聲 那個說法聲 長長都會去就到了嗎 十二大姐都聽不到哪裡是 所以這個後來從無量壽經 變到觀無量壽經 從六念變成專念佛 從念一切佛變成只念阿彌陀佛 從念佛的功德變成念佛的名號 從念佛的功德莊嚴淨土 變成念佛的名號求生淨土 這個就是後來佛法的慢慢轉變 那我們知道了 我們就知道我們要怎麼念佛 因為常常有人問我 師父你修什麼法門 你有沒有念佛 我說我念佛 你修什麼法門 你有修淨土法門嗎 我說我也修淨土法門 我的淨土跟你的淨土不一樣 我的淨佛跟你的淨佛不一樣 那麼佛法最初的淨土法門 淨土法門是大聖佛法的四大法門 所以大聖佛法主要分幾大類 但我們如果現在來分的話 其實就是四大類 當然還有其他的 但主要就是四大類 淨土法門是其中的一個很大的 因為我面後很多人沒有信心 尤其是初期大聖 就是大聖佛法 那麼主要是初期大聖 就是佛法剛興起的時候 初期大聖剛興起的時候 主要有四大法門 文書 文書法門 文書法門在我們這個世間 比較少和弘揚 比較少 文書法門經典非常多 文書法門的經典非常多 但我們比較少接觸的文書法門 其他的還有 但是主要就是比較多的 比較常見的 另外一個就是波勒法門 波勒經的也是非常多 舍利佛的 虛普提威代表的 波勒法門 弦將把他 截起成六百件的波勒經 另外一個就是淨土法門 各式各樣的淨土非常多 主要就是三千里瑞的淨土 三千阿彌陀佛的淨土 非常的多 另外一個就是華眼 華眼的 也算是 後來有所謂八十花園 本來是四 本來是六十花園 後來變八十花園 他也是 類似像 這一些不同的法門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時間點 慢慢慢慢越來越多 他是同一類的 大概有這四大類 當然還有其他的 寶基 什麼什麼 非常多 但是基本上大 比較大的 大概就是 同性子 大概就是這些 其他的 比如說像涅槃 也有 但是不是那麼多 主要比較多的 淨土是非常 就是 應該是這個 早期這個是最主要的 這兩個都很主要 這個是童原 大概講得有點類似 但不完全一樣 這個 波羅法門也 就是 可能在流行的地方 不太一樣 後來這個 就變成 一支獨秀 可能在印度 在中國 都是這樣 就變成 主要都是進途法 中國號稱有八大宗 每一宗派 後來都倒歸進途 全國都倒歸進途 這個就是我們先講到所謂的念佛跟進途的概念 先讓大家知道 我們來看課本 現在來看課本 因為前面講念佛 後面講進途 他說 余中殊勝者往生極樂土 彌陀佛立此不退於菩提 以信願而去入佛道 是熱行的 他立的法 這個熱行就是沒有那麼苦 他其實說熱也不一定很熱 你要真的跟曜師法門比 那他還不是熱血 要是法門就更熱 好 這次說他不用那麼辛苦 他也不是那麼比較注重 就是有一點點 對那些沒有信心的人 比較不注重自立 其實我們說過 沒有純粹的自立 也沒有純粹的他立 那麼所謂的他立就是圓 我們說這個世間佛 如果不出現世間 你再怎麼自立 自立不起來啊 你總是要有 佛法無人說 雖惠莫人解 那麼即使 像大家設這一種 佛不出現 他也可以得解脫的 他也是過去 有無過佛法的 過去中有重善根的 他才有辦法 過去中還是有他立常在 還是依佛啊 所以大聖經典裡面常常講 以佛威得力加持 不 並不是說真的佛 用如來神掌給你灌頂加持 讓你獲得力量 不是 其實就是佛出現在這個世間 那麼你可以聞到佛法 那麼佛這樣得到力量 佛這樣修行得到力量 你這樣修行也一樣可以得到力量 一樣 比如說 你吃這個東西 你說你吃番茄 你煮番茄來吃得到茄紅素 那麼你告訴這個人 那麼他也煮來吃 他也可以得到成就 你知道維他命C存在 芭樂裡面比較多 你買芭樂來吃 那麼可以得到維他命C 那麼他買芭樂來吃可以得到維他命C 你買芭樂來吃也可以得到維他命C 同等的東西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一樣 佛這樣修行可以得到成就 你這樣修也是可以得到成就 他走這條路到達這個三點 你走他走過的路 也依然可以到達他所到達的三點 一樣的意思啊 所以最重要的是 有他在前面待或是他在遲到 這個我們叫他 並不是他發功給你 他回向給你 你就獲得他永遠的功能 不是這樣 這個一定要清楚 所以 這裡講 如大聖經論所說 法門也是很多 我們說過大聖經典裡面 其實就師大法門 文書 波爾 禁土 華爾 大概就這幾個 當然法華 涅槃 這些 但是都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多 他說其中殊勝的 為中國佛教界所特重的 不能不說是稱念阿彌陀佛 確實是這樣 而且 而且 念阿彌陀佛 往生阿彌陀佛的國度 叫做極樂建徒 極樂建徒 極樂建徒有時候翻作 安叹 清叹 安穩 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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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極樂 安樂 極樂 極樂 或是清叹 我們直接講西邦 我們稱是西邦 其實西邦有很多國土 西邦有什麼什麼什麼國 很多了 西邦的國土幾百個、幾千個 但是我們一般講西邦就是講集樂 集樂有時候放安樂土、安養、清湯 也就是類似像這樣 所以他說確實在中國國教界 念阿彌陀佛是比較多的 要是否國土其實早期 要是否大概是清朝以後 清朝以後才開始漸漸有人提倡 特別是我們後面講玉林國師 之後才特別有人提倡 往生要是否進土 那要是否進土肯定是阿彌陀佛 流行之後才開始的 為什麼 要是經裡面講 假設你要往生集樂世界 你先來要是否國土 如果你之後想去集樂世界 八大福山送你去 你看 所以你看這個集樂進土 我們是在一個名字叫做很夯 就是很 所以後來就是很流行 極樂世界 在西方十萬億國土以外 過此十萬億有世界明約極樂 其實就是在娑婆世界過十萬億 那麼十萬億國土是什麼概念 通常如果一 因為我們這個名詞十萬億會覺得有十萬億 其實不是 通常十萬億就是十萬 過十萬個國土 它是連著講的 十萬億 應該是這樣 十萬和一億 一億是十萬 十萬是一億 所以叫十萬億 然後這個 在分譯裡面很常見 比如說我們講六群與秋 六人一群 其實只有一群而已 它不是有六群 我們現在中文就六群 不是 它就是一群 一群有六人 六人一群 所以有十七群 一群有十七人 六人為一群 十萬億 基本上 這個是很常見的翻譯 但是可能是這樣 其實它就是過十萬億國土 所以你看 其他世界也是 你看 這個是說我世界 我們的世界 過十萬國土 十萬國土不慘 不多 它是每一個 就是一個三千 一般來講 就是一個三千 是大千世界 是一個佛國土 它可能就是過十萬個三千 其實那大概基本上 可能是 一個銀河系 或是不是一個銀河系 一個銀河系 一個銀河系是很大 銀河系是十萬億 所以是蠻大的 那 比如說這裡是我們的世界 這個是所有世界 地球在這裡 那麼過十萬億 這個是西方 東方 西方很難說 是在哪裡 我們暫且以白天來講 如果你現在白天 太陽在這裡 因為太陽出現的地方叫東方 太陽落下去的地方叫西方 其實太陽 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空間來看 太陽其實不動 比如說這裡是太陽 那麼地球自轉 地球自轉跟公公轉 那麼地球自轉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這裡 在上面 上面是很難說的 沒有我們在這裡 看到太陽 這個叫做早上 所以這裡是東方 抓那抓那抓那 走到這裡 太陽 到這裡的時候 太陽 稍微看不見了 這裡叫做西方 太陽落下去的地方 跟太陽升起的地方 分中東方跟西方 其實太陽一直不動 是我們在動 然後我們看得到太陽 看得到太陽的時候 在這裡的時候 看太陽的時候 我們看到太陽升起 其實太陽沒有升起 是我們轉到太陽 要看到太陽的時候 那麼我們轉到 看不到太陽的時候 這個地方叫西方 那你說西方是難道 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講 就是白天的時候 太陽的時候 在這裡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它西方是 以落下星的時候 所以這裡 以這裡來講 這裡 所以太陽那個地方 基本上 因為它主要是 太陽落下的時候 那個時候講西方 其實真正來講 東方西方 都是指太陽的地方 那今天先不管 就是在太陽這個地方 我們就會以太陽這個地方 往這個方向 太陽那個地方的方向 因為音樂氣勢很大 所以就非常非常大 我們即使是音樂氣勢 都是一點而已 很小點 那 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世界 有極樂 十萬元佛歌 所以你看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的人 每天早上 供養他方 各以一個陳諸廟方 要吃飯之前 供養他方 十萬一佛 十萬一個佛國土 所以你看這個十萬 就是十萬個佛國土 十萬個三千大千世界 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是一個佛國土 都是這麼講 是一個佛土 我佛的佛土 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大概是一個太陽世界 一個一個佛國 三千大千 比如說我們講的一樣 有三千大千 不是有三千個大千 不是 是一個大千 三千大千就是一大千 只是這個一大千 是由三個千組合合成 小千 一千個世界 一千個世界 叫做小千世界 一個世界是一個太陽系 一個世界是一個太陽系 一個太陽系 是一個世界 有一千個太陽系 有一千個太陽系 tanks 這個叫小千世界 有1000個小千世界 叫做中籤世界 有一千個中籤世界 叫做大籤世界 所以一個大籤是由三個 小籤、中籤、大籤、主要一起 所以我們叫做三籤、大籤 不是三籤的大籤 六人一群不是有六群 就是有一群而已 所以十萬億基本上 應該也是這個概念 十萬人一 所以過十萬億佛土 那麼你看喔 比如說極樂世界在這裡 他們也是要供養 供養他方十萬億佛 會供養到哪裡來 因為過十萬億佛土 所以他會供養到縮果世界來 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極樂世界的人 每天早上都要到縮果世界來 供養釋交國力佛 就是這種概念 因為他為什麼要供養釋交國力佛 跟十方的佛學習一樣 跟以法杖比丘的一樣 他是跟各地的佛學習 那麼到各地方 共養他方十萬億佛 那過十萬億佛土 會覺得這個概念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他也常常了這個世界 跟這個世界的佛學習 那一樣 極樂世界的眾生 也要到縮果世界來 跟釋迦門佛學習 這個在其他的進度裡面也常見 常常見證 大聖經你們常常會說 這個佛 東方的神佛 相信一國佛的這個什麼佛 告訴他的菩薩 你們到這個縮果世界去 帶我問候 釋交國力佛 掃遍掃腦 眾生異度 有點像這樣 就我們的問訊 你們去的時候 不要 因為其他的佛 其他的世界那個天人 身體都很高大 很莊美 縮果世界那個菩薩 比較小 所以你不要看清楚 你不要看清這些菩薩 這些菩薩 因為在慧都很利益 智慧都很利益 你不要小看這些 就是這樣啊 你要看這些 怎麼樣度眾生 怎麼樣在艱難的環境下修行 怎麼樣在艱難的環境下度眾生 在困苦的環境中 他還能夠修持這些過程 那個才是功夫 所以 這一些 極樂世界的人也要到過十萬億國土 來供了釋交國力 我們等一下看 所以你看在西方十萬億國土以外 阿彌陀佛現在那邊說法教法 據說是成佛 以來已盡十戒 十戒也不長了 佛佛道統 就是原尊佛都一樣 沒有男尊佛修不同的法 修的法都一樣 功德願力 是不能說有優劣的 但是佛徒也不一樣 那麼他的願力也不一樣 他的修行也不太一樣 就是說圓滿都是圓滿的 但是一開始入門的不太一樣 比如說釋迦牟尼佛 因為在會頭 所以他就比較重 精進跟忍入 精進跟忍入 傳說 他就是 彌勒先發心 但是釋迦先成佛 這個是傳說 比如說 因為他比較精進 佛沙弘 一隻腳 七日七夜讚嘆佛沙弘 這個來希望他的精進 然後也常常有他怎麼修忍入 忍入先人的故事 那麼就是在這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那你要更用功 而且要更能忍入 那麼你才能夠承見 其實當然比較寬 也比較寬 那如果是尼勒佛沙 他就以慈心為聖 傳說 他開始發心就不死眾生了 所以他是以慈心為聖 釋迦牟尼佛可能就是以精進 忍入為聖 但是圓滿都是一樣圓滿 就是他入門不太一樣 那比如說我們講 曜師佛 曜師佛可能就是 以救濟這個平定 無一的這一些 後面會講到曜師佛多的 就不太 各個人圓滿都一樣圓滿 但修行入門的不太一樣 成佛的全身是菩薩 我們看現在如果是大聖佛法裡面 其實有很多菩薩 但是我們中國佛教主要是五大菩薩 文書 智慧為聖 福賢 我們叫做大亨 其實是修行 他有很多很多的修行 都很精進修行 大亨 以行猛為聖 文書 以思念智慧猛為聖 觀音 以悲心為聖 就那些 就是哪裡需要 他就去哪裡 地藏佛薩 以他的大約 其實就是哪些人最痛苦 哪些人最需要幫忙 他就去哪裡 觀音菩薩不一樣 觀音菩薩不一樣 哪裡需要就去哪裡 誰需要幫忙就幫忙誰 地藏佛薩是 哪一些人沒有人要幫 哪一些人被脫機 哪一些人最危險 哪一些人最痛苦 他就一直幫助這些人 不一樣 就有點像比如說 哪一個地方沒有老師 他就去哪裡 這個是觀音菩薩 哪裡需要他就去哪裡 地藏佛薩是 哪一些孩子很難教 沒有人要教 他就去教那一些人 真的是不一樣 都一樣武大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武樂菩薩 就是以慈 所以就變成 大慈 大悲 大志 大行 大願 其實大聖經典裡面 有很多代表性的菩薩 中國流行的大概就是武大菩薩 你沒有看到那個路門不一樣 羞恥的門不一樣 但是最後都要拒絕了 就好像你大學跟科系 但是要畢業 每一個科系都要七個以上 那你讀藝樂的藝樂比較強 讀藝術的藝術比較強 世間他有可能是藝術特別的成就 藝術特別的成就 但是成否是每一科都要滿分 每一科都圓滿 所以從這個佛這一邊來看 其實大家是一樣的 但是從眾生這一邊來看 因為他喜歡藝術 我就覺得這個藝術比較強 這個是比較強 從眾生來看會不一樣 那麼佛要射受眾生也會不一樣 其實是這樣子 但是從佛這裡來看其實都一樣 都一樣圓滿 你說哪一種佛沒有大情 沒有大悲 沒有大恩 沒有大怨 多有多具足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功德樂力是不能說有優劣的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講 所有佛裡面阿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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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最大其實不是 那個是從眾生這一邊來講 那麼要射受眾生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們講每一本經都說 這一本經功德多大多大 念這一本經有多殊聖多殊聖 每一本經都這樣講 其實這個是從眾生邊來講 從佛法來講 你從哪一本錄都可以錄 都可以 你能這樣修都有功德 所以你不能說哪一本經念的功德最大 以前我剛剛念經的時候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教有一些問題 我常常在想 念那個功德比較大的比較快 所以求那個比較感應的比較快 念哪一個步驟比較容易感應 念哪一個步驟比較容易感應 念哪一個人經功德比較大 你能用這個問題就表示你不懂佛法 所以我們講 不是念經就有功德 就好像不是念佛就有功德 佛有功德沒有錯啊 但不是你念佛你就擁有佛的功德 不可能 你要知道佛是怎麼具有這些功德 知道了也不就是有 你要修 修了也不就是有 你要修成就 不是修就有 就好像你不是去學校讀書 你就會懂了 你還要努力啊 你還要用功啊 你還要成就啊 你要把它學會啊 你學了他都沒有學會 沒有學到會你就放棄了 你修了沒有修到成就你就放棄了 一樣沒有功德 沒有啊 好像治病一樣啊 你去吃藥病還沒好 你就不吃藥啊 你就不再去看醫生啊 那哪裡會好 也不會好啊 一樣的道理 那說 照理講佛佛道理 你不能說阿彌陀佛比較殊生 西方淨土比較殊生 其實淨土是有分啊 確實 因為那個是色受眾生的 那眾生不一樣 當然就不一樣啊 但是佛來看是一樣的 從佛這邊來講是一樣的 但是要度眾生的不一樣 舉個例來講 這醫生 假設這些醫生 他的醫術都很厲害 一樣都很厲害 但是他去看這邊的病 比如說他去台北看病 那麼這些病人身體健康都比較好 他就不用那麼麻煩 不用費那麼多工夫 那麼你從這邊來看 這個醫術好像沒那麼厲害 或是這個醫術比較厲害 就看你怎麼看 你會覺得這邊的人都很健康 是因為這個醫生厲害 有病看了都馬上好 因為這邊的人病都很輕啊 都是小感冒 都市人比較會照顧自己的身體 那種小感冒 那你到那種比如說 比較貧窮落後的國家 那種疾病非常多 又比較麻煩 他們都是沒有健康病 都拖到很危險的才來看 你就要醫很久才醫好 或是比較麻煩 那你就會覺得 這邊的醫生 兩種看法 醫生比較差 所以病人都治愈好 因為他拖了很久去 也不一定治得好 其實不是治愈好 因為拖到這個時候 他裡面很多醫藥 那有些會覺得 哇 這個醫生比較厲害 可以看那個病 但是有很多也治愈不好 所以 從醫生的角度看 這兩個醫生一樣不一樣 但是從這個地方 這些病人來看 他就會覺得 這個醫生比較厲害 這個醫生比較不厲害 其實不是的 那是你的病的問題 他要治愈的病 他必須要用這些或用那一些 所以他必須要用各種不同的醫療方式 那從病人角度來看 他會覺得這個醫生比較厲害 因為你的體質啊 你的狀況啊 或是怎樣的情況 這也不一樣了 那既然都一樣 為什麼阿彌陀佛比較殊聖呢 他說 在佛佛道同的平等一法界中 那麼 其實就是 所有的佛 我們在常見的東西 其實都具足同等圓滿 都一樣圓滿 沒有哪一軍佛 哪一軍不圓滿 沒有 那麼 卻也不愛差別地顯出諸佛的特色 就好像這些醫生都同等的一樣 但是 因為這裡什麼樣的病的病人比較多 所以他就專門看那種病 就變成這個醫生特別會看這種病 就變成這樣 所以也無妨顯出諸佛的特色 在大聖經中 雖廣縮十方建築 就是 有種種的建築 其實非常多 沒有人做過統計 到底講了多少建築 其實是太多了 那麼 稱揚種種的異形道 建築就是異形道 而卻是多稱揚讚歎民國建築的 日本的學者有做過研究 從已經翻譯成中文的大聖經典來看 因為大聖經典只有中文才有 不是還可供金的 西加坡是再秘聖 南傳也沒有 反正就有 印度剩下一些些產品 印度以前的法國建築 不知道印度邊的保留 保留不多 才都保留在中文裡面 特別是出其大聖明 從已經看得到的大色紀念來講 有將近三分之一都有講到阿彌陀佛基督 稱讚阿彌陀佛的經論確實有三分之一 比如說有一千部來講 九百多部來講 一千部有大概將近三百部 兩百七十個部份 將近三百部都是講到阿彌陀佛基督 而且多數是稱讚的 當然也有不稱讚的 也有不稱讚的 很少 但多數是稱讚的 比如像藥師堅 藥師堅照理講 他已經勸大家往生藥師淨土了 但是他也說 你如果要往生極樂世界 巴那菩薩會送你去 你來藥師淨土 如果你想到極樂世界去 那他會送你去 那你為什麼不乾脆 直接到極樂淨土去 比較難去啊 藥師淨土比較容易去啊 後面會講到 藥師淨土不用放棄你現在的享受啊 要往生迷惑淨土 要放棄到葉民說果啊 要放棄你現在的貪戀啊 要往生藥師淨土不用啊 那你看這個後面就是越來越容易 越來越方便 那真的就可以這樣嗎 再我們一下看 那麼他說 這個確實是這樣 所以這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說在印度就這樣 你們今天都從印度過來 在印度 我們說印度主要就是阿促佛跟阿彌陀 那當然從印度帶回了阿促金點 也不是全部的 而且帶來翻的也沒有全部 玄奘帶過來的也才翻三分之一 玄奘喔 玄奘去印度帶回了阿促金點 有三分之二沒有翻的嗎 你看 所以有很多金也沒有翻 那麼何況也不是所有印度 流行的金點都帶過來的也沒有 也沒有 但是帶過來的多數 可能也跟那個時代流行的有關係 因為開始大量的從印度帶金點過來 大概就是東進發洩之後 我們去的 當然印度人也很多帶過來 那在南北朝之後 就開始很多就是有 漢朝就有大聖經典過來的 但是在這個之前是沒有的 那印度淨土初期 初期大聖大概在佛滅後五百年 今天講了五百年後 波羅網也是初期大聖 大概在佛滅後五百年 大概就是在一世紀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開始 那那個時候大概就是我們所謂的 漢朝那個時候 東漢西家這些佛法就是 初期大聖開興起的時候 有一些印度的人就過來 但是那個時候帶的金點不多 少量 少量幾個印度人 印度的法師也有在家的 之前就在家的三國四大 但是他們沒有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比較沒有所謂的代經典 都是靠背的 那個時候帶過來的經典不多 那麼開始很多是從唐朝或東進 南北朝那個時候已經開始了 但是還不是很多 所以大聖經典很多 其實也沒有帶過來 不過從已經帶過來翻譯 翻譯過來看 有三分之一都跟阿彌陀佛的淨土有關 我們講初期大聖徒是大王 那麼 進途王門是一個很大的 波羅當然很大 那麼最早去印度的 最早流行的是波羅法 最早流行的是波羅法 最早要去西方取經的是朱世賢 朱世賢 他也是出家人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出家人 常用信師 還是用自己的名字 朱世賢 但是他沒有到的印度 他只到西方 就是到西方 到雲田那裡 直到那裡 但是那裡已經流行波羅法 最早流行的是波羅法 在中國 後來慢慢慢慢開始 很多的經書進來 朱世賢去的時候 開始做法險 法險去取經 但是法險去主要是為了借密去 那時候建立還沒有流行 到了玄壯去就是為了為式去 要取大式經典 一切式經典 主要是一切式經典 所以玄壯翻的時候 都是先翻為式的經典 比較多 然後波羅的經典 這兩大主要的方法 你看他翻一切式經典 一切式經典 蠻多的 一百點 然後大波羅的經典 一百點 然後那些論 沒有生理主論 法治論 然後借生主論 這些論也翻了很多 其他的很多都沒有翻 沒有時間翻 還不及翻 他後來要翻大寶期間 沒有力氣 就沒有翻 所以他也留下很多經典 也沒有翻 翻過來看 就是後來 像中國羅斯阿彌陀佛 很多翻了經典來看 在中國還存在 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但將近三分之一 是跟阿彌陀佛 都有記載到阿彌陀佛的記載 從這個比例來看 在印度就非常流行 我們說印度流行兩個主要的 阿促佛跟阿彌陀佛 阿促佛國經也有翻過來 我們今天也沒說 阿促佛國經 但是也就很簡單的 就是沒有特別講到比較多 除了阿促佛國經這一本界 阿彌陀佛的還有三經一論 甚至是我們現在講五經一論 阿促佛國經就比較少 就單單是阿促佛國經而已 那可見阿彌陀佛這個法門 在印度就相當流行 到中國的時候還沒這麼流行 我們說真正流行是在明朝之後 那之前是禪宗 唐朝的時候禪宗 各個中端都流行 八端 唐朝之後 宋 宋朝之後就只剩下禪宗跟紀徒 天台中還有一些些祕密 其他的大概都沒有 這是我們稍微要知道的 所以他這裡講 確實是多撐兩一站單 阿彌陀佛禁 阿彌陀佛禁 所表顯的特色 我們說過最早印度是表姿跟表姿 後來就變成現身的利益跟來生的利益 現世的跟來生的利益 是陰宗立二十四大院 或作四十八大院 其實念吻是差不多一樣的 因為阿彌陀佛禁 這是無量壽經 阿彌陀佛禁是小本的無量壽經 濃縮版的無量壽經 那觀無量壽經是另外的 就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說無量壽經是念佛莊嚴禁徒 阿彌... 觀無量壽經是念佛求生禁徒 這個是不太一樣的 那講阿彌陀佛的因地 就是法障必修的 完整的 我們說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名號 度人無事 那一下這個 念佛的功德最主要是在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是主要的 禁徒的經典 就講阿彌陀佛 講阿彌陀佛最初是怎麼發行的 是怎麼修行的 是怎麼莊嚴禁徒 留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魔幻 楷摩拉 所以是講祂的因地 就是菩薩道的時候 祂現在已經成佛了 祂是怎麼成佛的 就是我們講佛成道時神力如此 而是怎麼成佛的 那麼一開始是所謂的 立願 那麼修行都要先立願 菩薩都要立願 立二十四大念 那無量壽經是講四十八大念 那無量壽經有所謂的五純七缺 有十二種藝本 那現在還存在的五種藝本 它是很早就翻過來的 在漢朝的時候就有了 那麼有無量壽經有所謂的 最早漢朝翻的時候 其實是二十四院 就是支羅家聖的 跟這個之前翻的 都是翻二十四院 那麼到三國之前 之前也是三國時代的 孫全的那個時候 那麼我們現在所謂的康生凱 康生凱其實是 康生凱翻譯的 它是三國時代的 那其實是祖皇戶的 西進祖皇戶翻譯 現在變成康生凱 康生凱的那個藝本其實已經不見了 現在我們看到呢 列明康生凱的其實是祖皇戶的 那祖皇戶是西進時代的 那標名康生凱的那個是所謂的四十八大念 另外有所謂的到宋朝還有一個翻譯本 那個是三十六院 所以無量壽清的五種藝本裡面就有三種 二十四院三十六院四十八院 但是內文是差不多的 只是把兩個變成一個 或一個拆成兩個三個這樣 所以二十四院三十六院四十八院都有 那這裡講到二十四院或四十八院 其實還有莫作三十六院 以無邊的卑制功德 那稱國不外乎兩種圓滿 就是福報跟智慧 福報來這裡持卑 福報跟智慧 卑制 其實是這樣 那麼獻起極樂事件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到先講到這裡 其實真的要講俊讀 其實有很多可以講 因為大部分的人不在俊讀 我們先講到這裡 講到極樂事件 好 大家合掌一下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富極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共生 我皆共成國道 皆共成國道 那麼多 好 好